古装爱情神话剧 香蜜沉沉浸如霜 如今刚上映四天 收视率和口碑都居高不下 无论是服饰 特效 演员演技还是还原路等方面 都让观众耳目一息 此剧目前在豆瓣的评分也是高达七分 这样的分数在玄幻古装剧里 可谓是高分了 可是此剧并不像是如剧名一般甜蜜蜜 其实是一部非常揪心的虐戀 曾经少年何以称被大家熟悉的罗云熙 在剧中饰演温润如剧的夜神润语 与何以称的冷酷气质截然不同 一出场便一身白衣仙气 温暖千千公子的形象 一段大戏如行云流水 引得网友们直呼 好心儿 不知剧中的他是否会一如既往的心呢 那可不是的 剧中随着剧情的发展 润语渐渐黑化 转化成了一位腹黑心机 步步为营 是杀沙姆夺取地位的腹黑天帝 为何此剧角色转换如此之大 在剧中开始 润语人本贵为天帝的长子 在天宫中也是出名的好脾气 与兄弟绪凤也是手足情神 互相照顾和信任 可是润语虽为长子 确实述出他的生母是一个小小的水中精灵 隐生的羽花神有些神似 天帝强取了他 却从未真正爱过他 任由先后欺凌 最终才死 在天界 润语无遗忘 无宠爱 受冷落和排挤 更加让他心生怨念的是 先后被去奉 筹谋地位 处处暗算加害于他 再加上心爱之人紧密爱的不是自己 确实去奉恨 凭什么他可以拥有一切 而自己不能 于是润语开始攻心计 不仅利用紧密除掉天后 为母报仇 是不夺为登上天帝之位 而且还利用紧密除去情敌续凤 然而 被允丹断情绝爱的紧密 却浑然不知心爱之人有多绝望 因为润语 天界大乱 紧密和续凤的爱情九转千百回 润语深爱紧密 却又一次又一次的利用他 虽为天帝 却掩如摩尊 润语为复仇将自己黑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